锁骨在胸锁关节与胸骨相连 这里是胸锁关节 锁骨和胸骨之间 即锁骨和低肋之间的韧带 将两块骨头连接在一起 但允许锁骨进行上下和前后的运动 上抬和下压 后缩和前伸 现在 这样我们来看锁骨和肩胛骨相对于躯干的运动 肩胛骨的向上运动称为上抬 向下运动称为下压 围绕躯干向前的运动称为前伸或外展 反向运动靠近脊柱是回缩或内收 这种运动称为向上旋转 上旋 反向运动称为下旋 这些肩胛骨的动作经常会合并出现 肩胛骨的运动范围提供了肩关节全部运动范围的三分之一 如果没有肩胛骨的上抬及上旋动作 我们只能将手臂外展到大约这个位置 在这个角度肩胛骨大节节会撞击到肩峰 加上肩胛骨运动我们可以将大臂取到耳侧 现在让我们看看肩关节 首先让我们熟悉肩骨的上半部 这是肩骨头的关节面 大约是球体的一半 在这儿有个凹槽称为二头肌钩 因为有肩二头肌长头的肌键在其间走行向上 这里是小节节和大节节 二头肌钩也因此被称为节节肩钩 因为它位于两个节节之间 在肩骨外侧几乎一半的位置 有一个粗糙点称为三角肌粗笼 这里是肩关节也称为鱼肛关节 包扰关节的松散的组织套筒是关节囊 关节囊没有把骨头固定在一起 它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结构 它的作用是允许关节的运动 将两块骨头固定在一起的结构是肌肉 我们将在这里看到其中一块肌肉的肌腱 让我们来看看肩关节可以发生的运动 肛骨向前和向上的运动称为曲曲 肛骨向下和向后的运动称为伸展 同时第一侧做肛骨远离躯干的运动是外展 相反的运动是内收 将手臂的前部移上身体是内旋 相反运动是外旋 并且感谢阅 提灭的词 并且试试